江彦龙 台北报道 带来听听台湾原住民 代代流传的泰武古谣 透过台湾族小朋友 以及荣获六座格兰美和老师编曲 不只感动过台湾 现在跟飘洋过海 要在南加州演出 打动美国主流社会 也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 美丽的台湾族服饰下 十六张天真舞鞋的面孔 带来纯净和谐的多声部歌曲 巧妙融合西洋合唱的优点中 不时还以独特的铜音 诉说对爱情的向往 就是这首细雨洒落群山 曾经让何老师感动到落泪 进而让泰武古谣有了一双翅膀 可以横跨太平洋 促成这次的跨国合作 我只是感觉他们在唱的 但如果你想评论它音乐 这是我试图的 以为评论如何玩弃弹 或弃弹或 ukulele 你必须把它分拦到音乐部分 所以他们用了 什么叫做一双翅膀 他们用了一双翅膀 和一双翅膀 它的进来让我们 跟我们的音乐 很有贴近的感动 所以我会称为说 它又是我们另外一双翅膀 让我们飞得更晕 强调不利文字 而是透过传唱 把对土地的热爱 以及尊重生命的态度 唱给土地 祖先和自己听 这种保存传统文化的过程 不只获得美国华裔民选官员肯定 扮发荣誉状表扬 也让音乐制作人 吴京戴印象深刻 听他们唱 然后我就不自觉地 我就流泪了 优美动听的原住民歌曲 将分别在27日上午11点 呈现鲍尔博物馆 以及28号下午3点 在亚太博物馆演唱部分曲目 而最大最精彩的演唱 29日晚上8点 将在日美博物馆演出 来自排湾族的原住民小朋友们 用他们的歌声 来唱出美妙的歌曲 现在也需要您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响应来赞助他们 以上是东西新闻 用文字英文文在罗产